在桃園大溪 广泽尊王 还与一位艺人从小结缘 不仅如此 甚至还找他当公主 到底是哪位明星 与神明这么有缘呢 今天很久很久 没有来宾来到我的节目现场当中 今天这位来宾 你看的照片 如果你看了我们粉丝专业的发文 就会发现 他终于发行他的新作品了 大家看到现在 我身后的服务的电台 像在我们的电台的 北智中心办公室 要做访问的时候 就要特别来到这边的studio 来访问就是受访的嘉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不是只有在庙里面服务 就是我的演艺工作 不管是音乐剧的演出公告 或者是助唱 或者是可能是作品的宣传 其实还是一直不间断 歌唱比赛夺冠出道的赖明伟 既是歌手 电台主持人 也演过音乐剧 不只演艺工作游刃有余 他还接下了家中广泽尊王庙的公主一职 明星公主一搭就是十年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是我们有两位 有两对新人 这两对新人是谁呢 不是人是神 是我们的广泽尊王跟妙印仙妃 有两对的广泽尊王妙印仙妃 今天呢要来做结婚 共结天盟的仪式 神明的婚礼 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面出现的 所有的这些包含十二礼 十二礼就是这个古礼的婚嫁 十二礼 男生十二礼 女生十二礼 这个是基本的礼数 那其他呢大家看到气球拱门 然后包含这边的这个 科制的这个造型汽水 然后包含还有这些贡品 然后喜欢吃的这些点心 然后包含这些首饰 还有它的项链 然后包含它们的胭脂水粉 通通都是我们众地址 请示它的意见 它什么牌子什么颜色 包含什么样的香味 然后让它自己来决定 然后由地址来帮它备办 它的嫁妆 来 恭喜我的二郑六礼先 三郑六礼先 请出场 请登场 英勉美丸天祖志愤 有心灵中心冠状 这个破获平安 学家安靠有吗 有 平红美丸有吗 有 台阵台湾有吗 有 五千对白 白 哈欠美丽 来 先起来 赖名为口中的她 就是今天的新娘妙应先妃 身为大西凤山寺广泽宫的公主 她一手策划了这场别开生面的神明婚礼 既要遵循古礼 也要加入创新元素 连庙会网红菜桃柜都慕名前来观礼 就有个观察她今天真是有一个非常 非常少见也可以说是 几乎是第一次的这个案例就是 因为神明结婚我们以前听过土地公土地婆 这是最常见的 啊这次居然是我们的广泽尊王 跟庙韵先妃来结婚 这一尊是台湾算是第一次 啊我跟她就是算网友啊 我比较坦白说啦 说的对比较不好意思 我们是听她的歌长大了 哈哈哈哈 她就觉得很酷 因为她以前是歌手嘛 啊这个流行歌手跟这个庙会 其实有点扯不上关系 但她很酷的一点就是 她把这些庙会的文化带到这个大舞台上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她那次比赛 把整个八家像带到那个摄影棚里面 去融入她这个表演 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 所以她可以把这个庙会玩得这么酷 这么流行 所以我对她印象很深刻 她说我就有加她的FB加她的IG 我们一见到面就是好像认识很久 因为她人也很好相处 所以就小聊一下广泽尊王的一些故事这样子 就像蔡陶贵说的 赖民伟善用创意推广信仰文化 力求将活动办到尽山尽美 因为这间大西凤山寺广泽宫 对赖民伟一家人而言 就是他们的家 主寺神明广泽尊王 更是救命恩人 我退伍那一年 遇到我爸爸是甘蔭化墨子 就等于是甘癌 那时候我自己也很突兀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刚好到了朋友家里 他们家的宫庙在办事 那这个办事我就跟着他们在外面泡茶 也不知道是什么姻缘 他们办完事情的时候 突然间激心又跳起来 他是什么 他是过路神 广泽中网 然后他跟我讲说 你现在很烦 就是因为你爸爸的关系 我十年里更是OS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 我真的很烦 就是问我爸爸 他说你放心 你爸爸还有十年的寿命 我跟OS啊 我那时候想说 我到底要听 医生的还是听你的 医生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还有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喜欢吃什么 你买什么给他吃 喜欢去哪里 你带他去什么 这种心理 我怎么可能说 你跟我讲说还有十年寿命 可能吗 然后我心里就讲 假如如果说 我自己我没有讲出来 我都没有讲 完全到那个都没有出生 然后我心里自己暗示 在洗一个愿 我说如果假如我这个愿 有实现了 我愿意供奉你 被医生宣布 只剩两个月受命的 明伟阿公 后来奇迹似的 多活了十二年 感恩之余 明伟爸爸没有忘记 对广泽尊王的承诺 他诚心供奉广泽尊王 也成了广泽尊王的代言人 而这位神明 自然也成了守护 赖明伟长大的第二个父亲 回家的路上经过广泽尊王 就经过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我压到东西 就是车子压到东西 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大马路上面 然后刹车然后爬下来看 我们一打开的时候 怎么地上很多蛇 这是梦境 然后跑上来很多蛇 然后我就情急一下 要去拨 要去拨那些蛇 结果我拿出一只令旗 所以我就来宝贝问 宝贝问说 这个梦境是不是有 只是有 然后再来说 是不是告诉我 我应该来做这件事情 三个圣杯 被医生宣布 只剩两个月受命的明伟阿公 后来奇迹似的多活了十二年 感恩之余 明伟爸爸没有忘记对广泽尊王的承诺 他诚心供奉广泽尊王 也成了广泽尊王的代言人 而这位神明自然也成了守护 赖明伟长大的第二个父亲 其实我大概一两岁就有记忆了 然后所以在那个阶段我就已经习惯了 就是家里面还是说生活当中有这种拜拜的香味啊 然后有红红的纸啊 然后有什么然后有亮亮的红灯啊 就是神桌就习惯这个东西 然后因为小时候体弱嘛 那受到这个神明的保佑 就是跟他结缘就是因为 保守恶子 保佑平安健康 然后一直到慢慢长大 差不多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从板桥办到大西 那个时候也是我父亲刚分领令吉回去拜的时候 所以从那个时候 哦原来我的这个干爹是广泽尊王啊 大概在我还没有念小学的时候 我已经会写广泽尊王了 因为爸爸会教妈妈会教 哦广泽尊王我会写的 所以我就知道说 哦我只剩广泽尊王 然后令吉是广泽尊王 可是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然后一直到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间是我也也过世了 那过世满一年之后 我们才去雕塑了这个精神 哦原来广泽尊王他红脸他翘脚 他十六岁 然后所以才对那个 那个时候还开始对这个神 开始有一种很奇特的如目之情 然后如果没有办法 就跟大人讲的东西 我就偷偷的手拜拜 还是烧香在家里面 烧香跟我的干爹 广泽尊王讲话 包含考试啊什么的 然后他考连考啊 我怕我考不好啊 我说我今天要去考试 有空你可以来看看我吗 结果广泽尊王真的来考来看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考数学的时候 考高中的时候考数学的时候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 所以我就放弃了 然后就考卷一番睡觉 结果在那种不可能的地方出现弹香味 而且是一面扑鼻而来 我因为闻到这个弹香味 我就精醒 好了再检查看看 两题 这两题我会写 就是因为这两题写对了 多了四分 所以我考上工艺高中 升上高中之后 赖明伟因为接触吉他社 开始喜欢音乐和创作 踏入演艺圈当歌手 似乎也是意料中的事 追梦的同时他没有忘记家中父母 因为随着自己年纪越大 赖明伟也发现 爸爸妈妈一天天老了 公主这个职位他应该学着承接 在十年前我接任这个身份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点特别的原因 是因为我梦到这个梦境 我才来起这个念头 因为我梦境当中就是 就是我开车回家 回家的路上经过广泽工 就经过这个地方 然后我觉得我压到东西 就是车子压到东西 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大马路上面 然后刹车然后躺下来看 我们一打开的时候 怎么地上很多蛇 这是梦境 然后跑上来很多蛇 然后我就情急下去 要去拨 要去拨那些蛇 结果我拿出一只令旗 所以我就来宝贝问 宝贝问 我说这梦境是不是有指示 有 然后再来就是 是不是告诉我 我应该来做这件事情 三个圣杯 好 所以我就跟我母亲讨论 那我母亲很反对 为什么 你应该去专心你的工作 专心你的事业 然后你一个演艺人员 去做这些事情 人家会说你怪力乱生 人家会说你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就 就是我们就肯谈了很久 我说我觉得 我从小时候要保佑长大 那我是你们的小孩 那我觉得现阶段 应该要由我来传承这个责任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做你们不方便做的事情 做你们不擅长的事情 那应该换我来帮他服务 然后分担你们的这个负担 不担心艺人身份 让外界放大检视 赖明伟坚持做自己该做的事 接下公主职务 是为了报神恩 也是一份孝心 这位明星公主的用心 只要和她接触过的人 都感受得到 我以前是做健康餐盒 赔了很多钱 对 我们就是想说 我一直想说要做海鲜粥 对 我的海鲜粥是那个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做过 我就知道成本比较高 我公婆啊 还是去了各大的庙宇啊 囚签啊 问世啊 每个都说我不适合卖海鲜粥 叫我去做素食啊 说我命格要做素食 可是我就是真的不相信 就是不能做 但是我想说 有看过那个赖老师的一个成功故事 他的那个分享 然后我想说就来拜拜看 对 因为他们有问世 我想说那一天好像晚上来了 就刚好那天没有问世 那我就 他就说他可以帮我用抽签的 那他还帮我们解释这样子 对 我们抽了一个签 他说广泽桌王觉得你可以做 那你只要就是心存善念的去 去做啊 认真的做 就是一定会有回报这样 那我们做了三个月就爆红了 在信义区做的还不做 在这波疫情 那个我们在第一波疫情的时候 遇到那时候做健康餐人 所以产赔一百多万 后来第二波疫情 因为做海鲜粥 我们真的是没有感觉到有疫情 那我昨天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应该要下来还原 因为在大家都不同意 不支持的当中 只有广泽桌王就是支持我们 因为那时候大家睡梦中嘛 也是接到就是宫里面这边 通知说火灾 熄火人 所以我们从外面的住家 开车过来 那个时候已经进不来 当下就是 会对自己的这种信仰有一种质疑 他说我拜你那么坚诚 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还是不是没有保佑 那我昨天就跟我老公说 我们应该要下来还原 因为在大家都不同意 不支持的当中 只有广泽桌王就是支持我们 比如说以信仲来讲好了 你们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公主 跟他相处的过程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公主 我真的只能这么觉得 因为我本身 我很少就出社会 我大大小的公庙 我都去过 那以我对那个公主啊 还是庙里的人啊 我真的接触的非常多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种 爱跑公庙的人 但是这边真的让我觉得是 不会去用骗 而且不会一直说 我们这里什么 你要加持啊 你要花多少钱 完全不会 海鲜粥那时候我们真的身上只有 几十块钱而已 我真的我只有偷香油钱 一个金子 但是那时候我们 因为我已经赔一百多万 我剩下借来的十万块 是我们最后 最后真的是 稻草了 完全没有钱去做任何东西 但是赖老师他完全没有去 就是 鄙视我们啊 还是觉得我们不好啊 他的那个抽签 还是完完全全 把我讲得很仔细 就是他也给我很多鼓励的话 对至今我们都是受益良多 你是非常感谢他 对 看到信众因为广泽尊王的帮助 解决人生难题 就是赖明伟最开心满足的时刻 也让他更加坚信 接下公主的决定是正确的 不过他却告诉我们 为神明服务的这条路上 其实也曾经茫然过 几年前的一场大火 不但毁了他的庙 也摧毁了他原本的热情 事发是在2016年的3月9号 凌晨的应该是三点多四点 因为那时候有监视器 所以大概有知道说是 是在三四点的时候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就是火势是最大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也是接到 因为那时候大家睡梦中 然后也是接到就是宫里面这边 通知说火灾 起火了 所以我们从外面的住家 开车过来 那个时候已经进不来 为什么 因为外面二三十台的消防车 然后有救护车 然后水线拉的 然后这边整个 然后那天 就是还下着 还有下着一些小雨 所以就是愁晕产物的感觉 就是现场亲眼看到 当下就是 会对自己的这种信仰 有一种质疑 他说我拜你那么坚诚 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还是不是没有保佑 是不是怎么质疑 矛盾 伤心 悲愤 很多一些账号就来留言 活该 报应 怪力乱神 对 上帝不饶恕你们 反正就是各种 不理性的言论都有 望着被烧黑的庙宇 拜明伟说这真的是欲哭无泪 他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拜到大的广泽尊王 要给自己这样的考验 沮丧之际 是深爱的家人 给他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我的舅舅 他是当时的庙宇 他就是因为他来不及跑出来 然后因为他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睡觉 所以当时他其实 他其实是在他的房间 就是被浓烟呛窒息 过失 所以我母亲当时受到这个 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大 所以那一年他就 有严重的忧郁症 因为父亲的身体 就是不久前才刚从家户病养回来 然后母亲又当时因为这个原因倒下来 那我自己当然不能够失智了 那再来就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我父亲也因为这件事情 整个人状态 整个人状态振作起来 当时3月9号发生火灾之后 有一个晚上我睡觉 就是我救不出病之后 然后睡觉做梦 我梦到我跟一个年轻人在聊天 就在一张长桌 然后穿白衣服的男生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讲国语啦 他就讲说 他说你不用担心 贵人在远方 他还这样子 在桌上这样子画 贵人在远方 然后第二件事情 他就讲说 他说你出去看我背后有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墙壁 可能是像个庙宇吧 所以背后有一些刁梁画动 可是一个庙宇的壁画 然后后面他画的就是 有古代的士兵 有拿着武器 拿着长矛在巡逻的 有人在煮饭 有马在吃草 然后有帐篷 我看到了 然后他就说 太阳在我的右手边出来 月亮在我的左手边下去 我看的地方要有水 然后讲了很清楚 然后第三件事情 他就没有讲 他就是逼 这样子 然后我就醒了 无法解释的梦境 赖明伟一直放在心里 他相信是广泽尊王 要来帮助自己重建广泽宫 但方法是什么 贵人又在哪里呢 很快的答案都一一浮现了 那到了六月 因为我们这边开始在讨论下整建 就是可能要修缮 然后里面也整理的差不多 那包含新的神像也已经要回来开光了 那当天开光的时候呢 那我的座王降价 那我们的副主委就是去请教他 他说那我们现在这里面要开始动工啦 那你们的生命的座位要怎么安排 他就派桌子说我以交代 但是副主委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嘛 然后后来就说那请他亲自出来看 于是他就走来外面 当时这边还是废墟 就在现在里面内陆那个地方 用那个旗星舰指着地下 然后舰口朝外就向着这个地方 坐这边看这边 然后这个他的位置就定下来了 然后事后呢我们来去推敲 因为刚好跟以前的坐向是完全相反的 以前在这边 现在在这边 然后转过来之后呢 我们的右手边这边是正东方 所以每天太阳都从这边上来 然后月亮从这边下去 而且这个地方看的就是三峡的板金水场 所以就说太阳在右边出来 月亮在左边下去 然后他看的是有水的地方 那他的位置确定了 那第一件事情应验了 那第二件事情呢 钱哪里来 贵人在远方嘛 结果6月19号的时候 我就粉丝专业收到了一个来自新加坡的邀请 是新加坡的一间百年的妈祖庙 新加坡天福宫 他们的这个总务 是一个阿姨 一个安弟 他就透过这个粉丝业来跟我联络 说他邀请我去做表演 我就想说 贵人在远方 会不会是这个机会 所以很快的时间我们就敲定了这个行程 后来我们买了机票飞过去 然后到了新加坡张仪机场 一下飞机 来接机的不是主办单位 是这个跟我们一样拜广泽中网的新加坡圣工魔化传承委员会 然后我们行李拿上车之后 这个领头的这位秘书长林先生 他就说明伟你不用担心 我们把钱都准备好了 让你们带回去重建广泽工 就跟梦境里白衣男子说的一样 广泽工重建的神明坐下和资金问题 都一一获得解决 但梦境里的第三个指示 又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比这样子吗 然后放在手上 然后这样子翻吗 后来我懂他的意思 因为12月3号广泽工入火安座 浴火重生嘛 12月29号 我的个人台语专辑 第一张台语专辑 发行 然后2017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声 就是原来我懂阿医师讲 你跟广泽工会同时逆转钱困 不可思议的梦境 真的一一实现了 火灾后九个月 凤山寺广泽工重建完成 当初被火灾烧毁的开机神尊 赖明伟特地保存下来 因为这是庙里香火的起源 即使神像外观已经不完整了 但精神绝对是存在的 明星公主之路走了十年 赖明伟为神明和家人的付出 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 传统的他们或许赞美说不出口 但孩子的努力绝对都记在心里 那爸爸如果要你现在 他就坐你旁边 当他的面对他讲说 你觉得他这十年来 他这个公主的工作 做得怎么样你说得出口 就是OK啊 就比一个赞啊 对啊就是OK啊 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赞啊 就这样可以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 就是很在乎比 但是是我一定都要 中间有个距离 或是讲话不太会 看对方的视线吗 男人不需要他讲太多 对他有什么感谢或是什么 你说得出口吗 那看着他对他讲话 就是感谢他 就是现在有比较 教育刚在这个维持饮食 然后烟也抽少一点 明星当公主 一路走来即使受到了重重考验 好在都有家人的相互扶持 以及广泽尊王默默的安排 这条传承之路才得以延续下去